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 禮拜一台北股市 其實你看指數只有小跌19點 可是很多人 不要說今天禮拜一 在禮拜六禮拜天 有幾位投資朋友打電話到公司來的 他也覺得說他很難過 FTPK 宏達電 但是禮拜一過了以後 有更多人覺得說 奇怪大盤只有壓回19點 為什麼我會那麼難過 為什麼我的心肝會結構 台語一般的講法是這樣 因為整個盤面的結構在改變 這整個盤面的結構 各位如果你仔細看 今天壓回的是電子股 生技股 旁邊紅通通的是 傳產股還有金融股 金融股傳產股 因為它的結構在改變 所以你會覺得說 指數好像沒有什麼跌 可是個別股 你會覺得很難過 所以這個結構的改變 我從上上個禮拜 談到上個禮拜 談到7月25號之前 我說你有些股票 你就是要出 就是要換 不曉得各位聽進去的沒有 那換的時間也許不是在現在 但是你有沒有找對方法 找對的人幫你去執行 你接下來還是要換 還是要出 還是要換到對的股票 我等一下會介紹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裡面 有哪些趨勢 是可以去注意的 所以這個結構的改變 它就是我們要去注意的地方 今天太陽能 全面幾乎全面跌停了 升級醫療類股裡面的製藥股 新藥也很多跌停 所以這兩個族群 你看我的節目 我很少去談 是因為我要知道 它好在什麼地方 我才能夠跟你說 我看好我看壞 看好看壞 不是用我個人的感覺 是要有所根據的 太陽能好在什麼地方 這個新藥 升級醫療類股 好在什麼地方 我如果沒有辦法 告訴各位的時候 我就不能用我個人的感覺 跟你說 這個好 這個不好 所以還是要有所根據的去看 比如說這個盤面當中 指數其實真的不弱了 大盤真的不弱 可是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點是明天10點鐘以後 正確的時間點 明天10點鐘以後 下來的位置我等一下會談到 這裡會有個短線的買點 但是結構上你還是要注意 從上上個禮拜到上個禮拜 一整個禮拜 我一直在談的 我們不會談到 那你對的話 我們會談到 你會談到 不論這個難題 我們會談到 他 很歸談到 所以你會談到 而且你會談到 他會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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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的話要有人提醒你 從上上個禮拜五 我提醒大家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這個位置 這個是大盤 傳產會比金融中小型的電子股 都會比電子股要強 你剛才看到畫面 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 你看到的是不是 傳產金融比電子股要強 所以這個結構如果你不在意 你不屑去了解 在股票市場以後你是會很難 很難去真正去獲利的 那麼當然禮拜五 我談到的FTPK也好 宏達店也好 讓很多人心裡面很難過的 包括我自己 我每次想到FTPK 想到宏達店 我心裡面就特別特別的 沒有辦法放開那種感覺 但是我要面對很多很多的投資朋友 所以我每天都在幫大家估算 你到底剩下多少現金 你多少現金 你做算你全算全部都是股票 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趕快的去做動作就是 你到底有多少現金 要先理清楚 這些現金夠不夠你未來想要賺的 你到底想賺多少 這兩個事情一定要先理清 所以今天禮拜一而已 我希望明天 你有需要還是要告訴我們的值班人員 我們的線上的助理 有多少現金 準備賺多少 下午的觀眾朋友 尤其特別注意 你們常常喜歡看節目 看一下表演 可是你們可以學一下 跟晚上的這些投資朋友一樣 去了解更多的方法 簡單的方法 這個對下午節目的投資朋友 未來幫助才會真正比較大 FTPK今天在跌停 其實它指標位置跟這檔股票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也是投信殺殺殺殺殺到這個地方 突然間為什麼不跌了 這個指標其實跟今天的FTPK是一樣的 這個叫方法 問題是它融資不一樣 這個FTPK的融資 7月18號在這裡 其實它這個融資從哪裡開始增加了 290 回到300塊以下的時候 融資就一路買一路買 一路買買的特別快 那融資一路買 你又沒有注意到這個位置 就會特別難過 那沒有關係 因為我都會幫 投資朋友也好 觀眾朋友也好 去注意接下來 這些個股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你還是可以找到適當的位置 然後你問題是 你有再多的現金 如果沒有方法 沒有工具 還是沒有辦法 把你想要賺的錢賺回來 我很客觀地講 我絕對不會說 誰是 好像 誰就是神 這個神應該要怎麼樣 沒有人是神 但是一定有方法有工具 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是你在工具裡面可以看到的 7月24號 很冷門的一檔股票 很冷的一檔股票 你7月24號你看到 它今天還是能夠往上創新高 這個是短線的東西 你再看1336的台漢 沒有工具 沒有方法 你是不可能看得到的 可是它能夠往上漲 今天是跳空 今天是跳空往上漲 所以這個你是從什麼地方 可以自我發現 自我發現非常的重要 我常常講 我不可能一直在電視上 去幫助到底多少投資朋友 需要幫助 可是我現在每天每天 給各位的工具跟方法 就是你可以一輩子去用的 7月9號你看到的時候 它還有一點缺點 但是短線的條件 它會從不出現 用工具的好處就是 第一次沒看到 第二次 它會強迫你看到 強迫你在禮拜五 你又看到它 你又看到它 然後今天跳空漲停板 可是它有一些其他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量比較大 這邊量比較大 跟哪一下你會看到的 一檔集團股 它不一樣 有些股票是越漲量越小 那個代表籌碼的 真正的鎖定 那如果籌碼沒有真正的鎖定 它就是滾量而已 滾量的東西 你只能用短線的想法 你如果沒有工具 再強調 你就沒有辦法在禮拜四 看到 三五二二的紅森 這又是一檔冷門的股票 今天一樣能夠漲停板 沒有工具你是不可能 禮拜四看到 不可能在禮拜一 你看到它漲停板 所以這個工具是我 匯進很多的心血 很多的財力 很多的資金 幫大家設計出來的一個工具 你應該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才有可能做得到 才有可能反敗為勝 八三四九的有幸 禮拜五你看過了 是上上個禮拜五 你從什麼地方會看到 今天盤中還是漲停板 可是重點是在於 它在7月18號這個地方 到今天為止 它的位置不是在低檔 我不能說它很便宜 可是每一次起漲 每一次短線起漲 每一次短線起漲 每一次短線的起漲 每一次的短線的起漲點 方法都是一樣的 可是你沒有工具 沒有方法 是不可能看得到的 接下來華爾科看各位 華爾科很多人 很多很多張 這個已經不是小型股 你短線有沒有在56.3 這個地方看到 還是其次 因為本來這個地方就賺不多 但是一個波段的高點 如果你再不注意到 那個波段的高點 一出現的時候 我不見得來得及 在這個地方即使跟大家談 因為這個波段的高點 我會在會員專屬的分析附錄當中 我會在這個地方先談 談完之後 電視當中 你才會看到 所以很多東西 剛才談到的工具方法 它是一個 如果說 我們像電影電視裡面 那個武俠小說一樣 有很厲害的功夫的話 那個武功裡面 你前面看到的 只是一些招式而已 你怎麼進怎麼出 你怎麼看到 可能怎麼看到 包括對方的出手 然後你怎麼還手 這種只是一個招式 如果你的內功 你的內力 或者是我們操作的底韻 要更加強的話 你還必須要知道原理 它這個方法很簡單 其實真的不難 因為我可以在70幾塊這個地方 我常常跟大家談說 原相你有留著的理由 不是因為你套牢 是因為你有留著的理由 然後我再把它畫清楚一點 短線不要在85塊 86塊這個地方去追 你讓它整理整理的幅度 規模越大 它未來中線的條件越好 禮拜五你看它漲停板 可是就我的一個角度來講 我會去做一個價位的設計了 好 有這檔股票的投資朋友 有原相 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把你出掉 因為我不怕賣股票 我不怕賣股票 不是講今天的價位 是這個價位 因為我只要賣掉以後 我自然會有新的股票 讓你的資金重新再做切入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特別注意 目前的結構 我已經談了一個多禮拜了 它還會持續 它不是就此就結束 所以行情當中 有我們要特別去注意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要注意什麼 我第二段回來 我一開始就要談到 行情的時間點跟位置 你怎麼去拿捏 還有台灣的生命力裡面 有一檔個股 我希望介紹給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我們待會見 我們待會見 金龍湖畔 兩大湖 錯過 不再有 2695-7778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符號 為了您先負責難懂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長 會員專屬績校長虹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答應 絕對 高松 倒數 好 好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來用 大家好 回到股市未來學 行情的看法當中 再看一下電子股的位置 有很多人跟你講說 電子股沒有關係 因為它個股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它中間會有個別股表現 這種講法很籠統 個別股的表現是什麼 個別股的表現就是 你的方法在哪裡 你說電子股有個別股的表現 對 我認為對 但是電子股個別股的表現 你要預告 你用什麼方法 然後以後你讓你的投資人 讓我們的投資朋友 讓我們的會員朋友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根據去進根出 這總是要一個根據 而不是一句話說 個別股表現 這樣的講法 不扣 我認為就是 太過於含糊 你如果真的有辦法 你就要講出 你怎麼樣去篩選 像我們一樣 我們的個股怎麼樣篩選 對錯 十至八九 你只要七八成 賺多 大賺小賠 你到最後就是贏家 這個是很合理的 然後你再看電子股的位置 電子股上去下來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366.36 這裡是366.66 所以今天的電子股 以電子股類股的指數來講 電子股類股的指數是提早 破了這個低點 我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有跟大家談到 破這個低點其實是一個短線的買點 但是電子股破的時間太早 它其實應該在明天才會比較漂亮 因為你看 今天的 這個是加全指數收盤 加全指數收盤 它並沒有下來這個位置 禮拜五其實我有畫給各位 禮拜五我有畫說 大盤下來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下來在9335以下 它會是一個短線的買點 但是電子股最好是在7月29號之後 結果今天只有7月28號 7月28號你看到的電子股 就已經先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破了這個點相對於366.66 所以電子股是偏弱 一開始你就看到了 那你不能說我剛才談到的 不能說個別股表現 沒有錯確實是有個別股表現 今天還有22檔股票漲停板 但是你怎麼樣去篩選你的股票 不是黑板上的漲停板 是你的股票 你的漲停板 我們的漲停板 所以我認為喔 大盤回到這個位置 仍然跟我禮拜五預告的一樣 它會是一個短線的買點 但是時間點 第一個是在明天7月29號的10點鐘以後 所以明天9點到10點 你不要輕易去做動作 不管明天漲還是跌 你最好在明天10點鐘以後 再去做動作 最好是在禮拜三 禮拜四 應該講是7月30號 那個摩台結算禮拜三 禮拜三摩台結算的那個時候 你看到這個點 看到9335以下這個位置 你要把股票準備好 什麼樣的個股 這個就是我們的功課嘛 不是嗎 等拉回 等拉回你就說 我不要做了 我會怕 你如果覺得說拉回 你會怕你不要做 那你就真的不要做 可是你不要等到說 在拉上去的時候 你又說我要 我要買什麼 我要買什麼 我買那個什麼股票好不好 拉回找買點 大家都會說 可是大部分的人做不到 一定要漲上去 才來追 這樣比較放心 目前的行情當中 就最怕這樣子 追高殺低 就是不要去追高殺低 這個行情至少還要經過 兩個禮拜的時間 不要追高殺低 等於就是在中元節 我現在連時間都跟大家講 我的看法很簡單 在中元普渡之前 你不要隨便追高殺低 因為它都是一個整理的態勢 整理的時間我也跟大家講 這個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我個人的感覺 有技術面的原因在裡面 禮拜有跟大家預告的 你還是要檢視此股 進出了條件 禮拜二之後的電子股 禮拜三摩台結算之後的 大盤這個位置 小台雜店禮拜五預告 今天一開盤是先漲5% 有人去追 你就不要 我如果要各位去追的話 我寫股票名字就好 如果要大家去追的話 我直接寫它什麼股票就好 所以我既然禮拜五跟他預告 他禮拜五沒有漲 禮拜五只有小漲 今天盤中一開盤可以先拉5% 可見禮拜五的預告 其實還是有方法的 你還是可以領先 如果你禮拜五沒有辦法看到 你禮拜一這個地方去追 你就沒有領先市場 沒有領先市場 你在目前的行情當中 是不可能獲利的 因為你只會去追高殺低 所以 預告 然後才能夠領先市場 加碼中國我認為還是一樣 時機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深圳 禮拜四請大家看 深圳的周線跟過去不一樣 跟上海不一樣 因為它比較靠近香港 它比較靠近比較多的地產股 那你在看 講著禮拜四講完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一盤中的深圳 它又拉出一根紅棒 那這一根紅棒的深圳 不表示說 它就要從這邊開始起標 表示說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還有機會 你還有機會布局 而且可以買很多很多很多 的這一檔股票 就是我講的加碼中國 加碼中國不是中概股 而是每個人都會說 中國市場很重要 中國市場如果很重要 那你怎麼去做 而不是說 現在很多電視上的專家 看完我們的節目之後 看完仁輝的一些 我的看法 很多就流到很多節目上面去講 這個中概股好 傳產股好 傳產股好 你上上個禮拜就應該講 金融股會比電子股強 你上上個禮拜就應該講 而不是到今天禮拜一的電視當中才來講 事後看圖說故事 很簡單 可是你要在上個禮拜 跟大家先請大家去注意 那個方向 我說那個方向你沒有注意 你還是會做錯 有沒有 不要說我沒有講 所以加碼中國也是一樣 其實它是一檔股票 代表接下來第三季後第四季 整個中國資金寬鬆 我的看法 然後整個中國樓市的取消限購 這個部分的政策的改變 代表集團股 東元今天也會漲停板 它從六塊多漲五成 再漲五成 再漲五成 這是月線 這一根是一個月 一個月一個月 每一根都是一個月 然後今天再漲停 這種股票今天會漲停 表示說 台北股市的傳產集團裡面 價值覺醒 我想很久了 只是這個大家都做不到啦 沒有人可能說這個股票 放放放放到現在 但是股價的維護 不是只有它而已 我上個禮拜才剛談到 很多上市上規公司 對股價的維護 不遺餘力啊 那我們怎麼樣去利用它 而不是被它利用 接下來中小型股裡面 台灣的生命力 我的選股就會從這個地方 又重新開始 就是你看到的 連接器不是它喔 我要講的是 這種東西不起眼 你說開關也好 電線也好 連接器有什麼了不起 沒什麼了不起 從我說財報黑馬 財報黑馬講完之後 其實它這個地方也漲了一倍 加折從70塊到151塊 加折也是連接器 它也漲了一倍 都是中小型股 10億9億 台灣的生命力 胡連9億多的股本 也是連接器 也是漲一倍 正齡只有2億 漲不止一倍 台灣的生命力 好 最近你看到的松藤 其實你說它是 開關也好 連接器也好 股本6億 台灣的生命力 今天跟大盤也不一樣 正維也是連接器 當然這個有點貴了 17塊漲一倍 一倍再漲一倍 不夠再漲 這些連接器的背後 你看到 其實正維從技術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技術面 我常常畫的紅色的框框 這也是20塊 20塊後來可以漲到87塊 20塊可以漲到87塊 20塊會漲到87塊 20塊會漲到87塊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說只要你有方法 你有方法 你就可以自住人住天住 貴人相住 可以找到一些股票的起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談的是 明天 這個是台灣所有連接器廠當中 唯一有精密加工中心的 越來越精密啊 這個東西是越來越精密 茂連是大的連接器 它可以從50到194 這種中小型的連接器 就是我們明天 要去注意的個股 個股我有準備啊 你準備好了沒有 時間關係 為各位付到這邊 有任何需要服務的地方 歡迎您跟我們線上的助理 多利用電話 做一個直接的洽訊 明天再會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去場 我不只有車 我還有司機 認真負責人 酒後不開車 真 股市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 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離心複雜難免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效 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請問您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水密性呢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排氣密窗 2987 1111 愛山愛水 不必離開台北 內湖下一站 發現養肌